各位網友大家好 你現在看的是英國風承話 記得按LIKE 看廣告 建設性留言 在社交媒體分享我的影片 記得訂閱我英國風承話的頻道 還有按下我的鈴鐺 你就會收到最新最快的資訊 另外你也可以去我的Patreon 寫我食條蕉 助養小弟 最後歡迎大家去英國兒童院網站群組 加入討論 多謝各位 Hello各位網友 又和大家見面 不好意思是沒有見面的 因為我又沒有露過頭出來了 今次會比較特別 相隔很久一段時間 都沒有和大家分享一些英國地區的訊息 今次會和大家講英國一些地區 講什麼地區呢?就是講Blackpool這個地方 黑池 為什麼會講這個地區呢? 因為其實是順俊要求的 自從上次講完豪城之後 對不起不是豪城 應該是講名叫強城 講完強城之後 很多網友都要求說 你講一下Blackpool 講一下黑池好啊 因為近來不知道為什麼 很多香港人就留意這個黑池 這個地方 不知道為什麼 我真的不清楚 但是真的收到很多人要求 叫我講一講 所以就跟大家講一下黑池的地方 跟大家分析一下黑池的地方有什麼好 有什麼不好 首先第一件事 黑池的地理位置其實就是在哪裡呢? 就是在萬城來說 的西北面 是萬城的西北面 然後其實就是在利物浦的正北面 跟著它旁邊的浦就是Person 是位處或者是隸屬Lancashire 是這個都幾西北面的地方 其實本身那邊的Lancashire都幾荒涼的 之前都跟大家講過一下 這個Lancashire 和這個 這個叫做Person這個地方 印象之中其實都有大過 那可能我自己也不太記得 網友聽完之後 也不清楚 所以就特別開這集 和大家講一下Person的地方 第一件事 Person最多人留意它 就是它是一個旅遊地區 是一個旅遊城 當中有很多的旅遊景點 有這個黑池塔 就是Person 大家看到有一個很漂亮的沙灘 又有些很出名的Person Beach的遊樂場 然後這個遊樂場 以前曾經在80年代非常之風光 因為據聞 是第一個全世界最高的過山車 但是當然 現在到了今時今日為止 它已經是瘋茫被人掩蓋了 已經只能夠是全英國最高的過山車 而且它這個Person Beach 裡面的廁屍是老化得很厲害的 亦都是很難維持 所以有時候現在Person Beach 這個遊樂場很少人去 但是以前我剛剛來英國的時候 其實是很受歡迎的 但是現在最受歡迎的遊樂場 就不是黑池的那個 就是Onton Tower 這個後話就不想跟大家說了 另外還有一些什麼東西呢 還有一個水上樂園 正正在Person Beach的遊樂場的對面 還有一些很漂亮的英式碼頭 英式碼頭有什麼特點呢 就是上面會有很多遊樂場的設施 就是很多東西玩 當然是給錢的 你不要以為是免費的 所以其實每一年 以前的英國 就有很多遊人 就去Badpool那裡度假玩 因為其實以前 在我剛剛來到英國的年代 就真的英國是沒有什麼玩的 是很荒涼的 反而去到黑池的地方 就有很多這些遊樂的設施 所以當時是80年代 90年代 就很受歡迎的Badpool 就是到了今時今日為止之前 我都跟朋友說 我去旅遊玩 去哪裡 然後那個老華僑 第一件事說 會去Badpool嗎 然後說 神經病 今時今日還去Badpool 你沒事 我去威爾斯 然後我的朋友也是 每一次他想起 去旅遊 在英國國內玩的時候 他是第一時間 住一內的老華僑 是第一時間 會想起Badpool的地方 同時間 講今集的 這些資訊 一定有人不同意我的 所以有人反對 然後一定會質問我 你住過那裡嗎 你知道什麼 我老實說 Badpool這個地方 我去過很多次 反正住在英國內的人 一定會去過Badpool 是無數次的 至於這個問題就是 近幾年有沒有去 其實近幾年 我有去過 也不要問我有沒有去過 因為我的確 去過Badpool 是住過幾天度假的 所以你不要質疑我 當然 你又會說 你住過幾天 你怎麼知道 OK 我不知道 所以大家看數據 自己親身去遊覽 去走過清楚 不要問 也不要質疑別人 我只是依書直說 好像看上腦一樣 你不滿意你的事 OK 我依然會這樣說 OK 大家看到 其實環境優美 很美的沙灘 很多旅遊景點 很多旅遊設施 又有遊樂場 又這樣那樣 究竟這個地方好不好呢 是否值得大家去住 因為旅遊和住是一回事 可以告訴大家 我先不說自己個人的經歷 我先說 在英國 其實有一個網站 叫做 i live here Docco.uk OK 你上去找這個網站 其實 會有很多人 投訴 英國不同的住區的情況 因為 為什麼呢 這個網站的特點 就是 一些住在英國當地的人 會寫信去 或者會寫文章 以及做一些統計 究竟英國哪個地方不好 或者甚至乎很多人 基本上住在那個地方 但是寫文章去投訴自己的地方 有什麼不好的 那 如果你想知道那個地方好 還是不好的話 很簡單 你上這個網站 你找一下自己的地區 如果它榜上無明 你可以安心 這個地方是非常好的 但是如果在上面 你找到很多這些文章 以及很多統計數字 發覺這個區是很差的 那你就知道 我被知側吉 那就說回 看看 Badpool那邊住的 英國人 究竟他們對Badpool的地方 的觀感是怎樣 首先第一件事 就是有個人寫了一個文章 就說他在那裏住了20年 然後他都很理性地說 其實近幾年 Badpool的情況是改善了的 但老實這樣說 還有什麼問題呢 就是說 在那裏 就很多council 第一件事是做不到事情 第二件事就是 那個叫做福利系統 出現了問題 亦都是帶領不到 那些社區的發展 所以令到那些社區 很多窮人 很多窮人的時候 就會出現了一些 很多治安上面的問題 例如偷東西 或者是 一些叫做 Antisocial Behaviour 或者走過街邊 就串人兩句 或者有些歧視性的問題 甚至 很多這些社區裡面 複雜的問題 這個人就是 住了20年的 他的反應 然後另外 還有什麼人說 就是另外一個 寫文章說 他在這個黑池 一個地方 住過的人 他就說 其實在80年代的時候 在黑池一個地方 是非常之適合家庭 去生活 或者住的 但是現在這個情況 就改變了很多 因為為什麼呢 很多這些叫做 毒品的問題 在那裡氾濫 同時間很多窮人 同時間 除了窮人 也都因為 那裡是這個 旅遊區 所以很多一些野場 等等 所以變成 形成區裡面 很多這些 圍繞著 犯罪集團的活動 甚至乎 是很多西人的黑社會 所以大家要留意這件事情 另一方面 還有什麼 就是 另一個人說 你不要看到 這個黑池一個地方 表面上的聲色繁華 是一個旅遊城市 是一個度假的區域 當中有棉花糖給大家吃 又有騎奴仔的活動 那些什麼 但實情來說 只要你走進去 從沙灘的方向西方向走 你只要走過幾條街 你就會發覺 這個黑池的問題 有什麼問題呢 第一 那個貧富差距非常嚴重 很多貧困人口 甚至乎你去到的時候 就會發覺 自己身處於 貧民區一樣的環境 同時間很多罪案 和販毒的活動 在這些 繁華背後的街道裡面 出現得很頻密 那究竟是否實情 我不知道 有一句 我只是去過玩 我只是住過幾天 當然 我住過那幾天 我的確是不知道為什麼 真是神推鬼勇 去到的時候 去找太過餐吃 的確是有沙灘的方向 走到後面 大概六七條街道 環境是很恐怖的 你會覺得自己好像身處在倫敦的貧民街道 或者是貧民區 那樣 我自己覺得 我去過這麼多次黑池 我真的看不完黑池的東西 因為我們去玩的活動範圍 有時是日程 那樣 只會在沙灘邊隧 遊樂場 遊樂區域 去玩而已 很少走到後面街的地方 但那次我真的有幾次機會走過後面街的時候 是嚇了一跳的 第一件事 店舖十膝九空 第二件事 很多人走過的時候 是對你上下打糧之餘 甚至是口出惡然的 是不認識他的 是不知道什麼事 但是有些人 我不知道他喝醉酒是什麼事 日乾日白的時候 你也會看到有人喝醉酒 好恐怖 還有當時我去到的時候 是夏天來的 不是東天 不是無故的 其實那時候 真的想著夏天去度假 怎樣去到的時候 其實就是很不舒服 除了因為見到這些貧困的情況之餘 也是 夏天的黑池 都跟南邊是相差很遠的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是泰國不肯 還是什麼東西 或者海有些不同 是很大的風 第一件事 夏天也沒落水 還有風吹吹吹得人頭痛 基本上你去到夏天的黑池和冬天的南部是沒有分別的 這就是當時我的觀感 所以就覺得有時年年去到年年都很失望 當然以前年輕的時候去到黑池會很開心 因為一大班年輕人好像柴娃娃一樣 又會去玩遊樂場 大家挑戰這個心理的關口 因為以前都跟大家說過 去黑池玩是賺命搏的 因為設施老化 以及最高的過山車 在你玩的時候你會發現它是搖的 又有海風吹著的時候 隨時你會覺得它會斷腩地墮地 以及新聞有報道 在黑池遊樂場經常出事故 當然不是死的那種事故 可能突然去到最高的位置 然後卡住了要找人來拯救 然後人們上去拯救的時候 反而那些遊樂人士 要在最高點自己走下去 都挺驚嚇的 就是這樣 所以玩不玩就理得你 但我也跟大家分享過 有朋友去到玩的時候 突然發現安全帶鬆脫 然後機動設施已經開動到半空 這就是黑池的狀況 所以很驚險 也很刺激 找命博 所以為什麼沒有什麼人去呢 是有原因的 那些人不是玩命 OK 我們那些人沒有性 就是玩命 說回黑池的狀況 不帶太遠了 第一件事 給大家看一個貧富懸殊地圖 大家可以看到黑池當中 是有很大的紅色區域 當然也離遠一點 有些綠色的區域 在這樣的情況下 怎麼能夠判斷黑池的情況 好與壞 因為當然 我經常都說 壞的區當中 都有好區 好區和壞區 是天差地遠的 是完全兩個世界 好像互不相干 但當然有些好區 雖然裡面住的人好 但因為它太近一些貧民區域 是會有影響 經常被人受到滋擾的居蒙 或者被人爆隔 那黑池有沒有這樣的狀況呢 當然要看回其他的數據 第一件事 這宗新聞報導 就是衛報報導出來的 經常都說 黑池和豪城 是英國最高失業率的地方 好嗎 豪城和黑池 即是強盛 剛才我講的 所以大家可以知道 還有畫面當中 在這個右邊 也看到 政府的一些公佈數據 就是說 黑池是最貧困得厲害的 一個council地區 一個市 可以這麼說 大家可以看到 貧困 失業 還有些什麼呢 當然大家都可能會問 他那裡 失業人口高 可能人們不想做事 或者本身那些職業 不是適合當地區民去做 究竟是否實情呢 我們可以看回英國的網站 英國的網站 英國的網站 是最powerful的 找工網站 查回黑池的資料 就發覺 這一個月內 在黑池的地方 五英里範圍內 全職工作崗位 有796個崗位 可以跟其他 英國的區域 對比的情況下 可以看到 當然 其實黑池 比米頓士堡好 米頓士堡 這個浮 是比黑池 反而米頓士堡 真的找不到 事情做 總之大家看看 右邊的數據 畫面一轉 但是黑池 是不是好呢 你這些 不可以跟更差的區域 去對比 你看看黑池 旁邊的 就業崗位 1221 就比黑池好 黑池只有900多個崗位 不是 是700多個崗位 然後你看回 Darby 其他中部城市 甚至乎 喉成 這個崗位 是比他多一倍 將近 OK 你看到喉成 都已經差的時候 Badpool 竟然就業崗位 還要比其他地區 更差 這些事情 你自己想 差還差 看看他的工作崗位 有什麼 為主 主要是飲食 當然 旅遊區域 還有第二 多的工作崗位 就是關乎 一些 叫做 醫護行業 又不像醫護行業 護理行業 對不起 護理行業 第三多的工作崗位 就是一些 社區工作 或者 social service 那些 為什麼呢 因為這些 地區來說 比較多貧困人口 的時候 就很需要 社福的 服務 去支持 就是這樣 然後 除了這三樣 之外 突然間 是少了很多 就業崗位 第四位 是零售和服務業 還有一些 清潔 或者是維修的工作 可想而知 其實 他目前來說 那一邊 除了飲食業 之外 就是一些比較社福 或者這些 互利行業 你就知道 那個區 就是真的有些問題 不是我說的 是真的 展示出來 所有總合的數據 當然 也有人會像 上一次 強城那些 網友說 西人找不到工作而已 不代表華人找不到工作 我的區 很多華人工作 華人從來不會失業的 我們又看看 在黑池那邊 究竟有多少 中餐飲業的店 大家看看 這個地圖顯示 大概有二十多間 假設 是超過 一定數目的華人 去到住宅的時候 你就要想一下 究竟 會不會濕爆 當地華人的 就業崗位 假設如果你目前來說 那邊的外賣店 或者餐廳很缺人 我們每一間 去聘請兩個 新來的朋友 好不好 然後 你也是聘請到四十個 如果你超過四十個家庭 去到黑池那些地方 那總有人找不到工作 那這些事情 就理你了 這就是個人建議 也是一個 略為理性的思考方式 OK 那說完這些 OK 那還有些什麼 就是說 智安 OK 最令人擔心 剛才說到黑池這麼恐怖 那麼 智安的情況 是怎樣呢 可以告訴大家 黑池 在這個Lancashire 裡面 是這個 智安最差的 一個 城市 OK Lancashire 究竟是什麼地方 大家可以看到 這裡一大塊 簡單來說 你看到 但是 那裡也沒有什麼城市 黑池比較大 當然它比較複雜 一定是智安差 一定是智安差 我們不要這樣說 看看罪案數據 你看到 很多ASB 偷單車 那些腦爆 刑事損壞 販毒 那些 你看到 全部跟英格蘭 其他地方對比來說 它的數據 是超乎常人的 是跟其他地方比 是很難比 因為 是爆得很厲害的 當然是圍繞城市區域裡面 如果你住遠一點 都會安全的 老實說 理性一點 不要經常 說得我很偏頗 這是事實來的 OK 剛才也想到一個情形 就是 其實之前在豪城那一集 的回應當中 也有人留言了 他在豪城一個地方 生活了很多年 其實挺好 跟著 兒子大女 其實他賺了很多錢 OK 餐館也擁有幾間 你為什麼說我們這裡不好呢 其實這是很好發揮的地方 其實也是 我想回頭 不是 其實有時候我都說錯了 我只是經常針對就業的情況 其實我沒有跟大家說 這個叫做生意的情況 老實說 英國做生意是很吊軌的 尤其是你做中餐飲業和外賣店來說 那一個地方越窮困 那就越發達 就是做中餐飲業和快餐業 為什麼呢 因為英國有一個情況就是 那些人如果是依靠福利去衛生的話 那些錢不是他賺 他就很容易花出去 也很不給面子 因為他不覺得 粒粒皆辛苦 也都撕開一些金有塵類 他不會感覺到這些事情 因為從事是靠政府救濟來說 他是很大手大腳的 很老實說 是很豪爽的 這些人士 他每個星期 到五六的時候 拿到錢 就馬上去揮霍 和買外賣 很豪爽的 所以英國 一般來說 外賣店 老闆最有錢的人 永遠他的店 都是在貧民窟 或者很多窮人 生活的地方 他的外賣店 是最賺錢的 永遠都是英國的定律 所以你看到 強城那邊 就是因為 貧民人口比較多 所以那邊的中餐飲業 是比較輕旺的 這個是實情來的 而且那些人 真的是一間店 變兩間店 然後賺大錢 因為越多的貧民人口 就越有利他 這個經營上面的 一些好處 所以如果假設閣下 是想著來做中餐飲業 而開店那些 有些資金的人 那你就不妨去想一下 這個強城 或者這個黑池 這些地方 老實說 這不是開玩笑的 另外看回一些情況 就是 留價 如果你說 你想去 不是做餐飲業 這件事我不懂 為什麼 我可不可以去買幾塊房子 然後收租 然後賺錢 這一條條是不可行的 為什麼不可行呢 我首先說回 住宅方面 因為過去十二個月以來 其實 這個 黑池那邊的樓價 反而是下跌了 OK 是這樣的 而且這個是detached 那些中價位的樓 是跌得甚為厲害的 OK 然後Semi那些 又 略跌少少 反而 他的Terence 那些平價樓 是有升幅的 就是這樣 所以 如果你是用純投資物業的 方向來看的話 黑池 還不是一個投資物業的理想地方 當然 如果你看回五年的數據來說 其實全部都是有增長 是有升的 這個是實情 但是 如果你說 你打算不靠樓價 去賺錢 你只是打算放租 有沒有賺錢 其實我看回樓市的放租來說 沒有什麼肉食 好像他比較好的區域來說 那個三房的Semi 那屋的租價都是650磅 當然 其實他的屋價是便宜的 所以是來到這個數 但是 除了你放租之外 你也要衛生 你也要賺錢 也要賺錢 也要賺工 剛才已經告訴你 當地黑池的情況 高失業率 和就業的崗位不多 那你就要考慮 究竟你是不是有很龐大的資金 可以做一些其他的東西 也有網友問過 那個情況 那裏是旅遊區 做B&B 開酒店 有沒有想法 我覺得香港人是很聰明的 鑽洞鑽洞 經常想這些東西 就很支援 那我可以告訴大家 其實在黑池那個地方 你開B&B 是真的有位置做的 是有得做的 近來的網友都問我的時候 我自己都心裡動 我都想 不是的 真的有得想的 為什麼呢? 因為黑池那裏 其實是很多 這些B&B 是放盤的 你一上網 你找的時候 就會發覺很多 無論是這個Auction 也好 或者地產公司 都有放這些盤 是多到無論 而且是很便宜的 就是好像面前這個盤 我按進去給大家看 它不是Auction 這個 30萬磅 OK 30萬磅 有13間 OnSuite的房間 13間房間 的B&B 而且房間是美輪美換的 大家看到 好像酒店那樣的級數 喂 13間房間 賣30萬磅 好過你買房子住 是不是這麼說 你買來自己入住 10間房間的房間 都不是這樣的價錢 但是偏偏在黑池 有很多這些B&B的盤 除了這個之外 OK 剛才那個可能比較extreme的例子 一般情況來說 你找七間房間的海邊 這些B&B 都是30萬磅 是很划算的 所以我經常都跟網友說 我現在沒有錢 但是不如我們一起 籌期開一間這些B&B 有得想 為什麼有得想 喂 大哥 就是 怎麼說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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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像我這些KOL仔 隨便說兩句說話 喂 我有B&B 大家來光顧吧 大家救濟一下 幫一下你 到時候你又有地方做 我又有錢 但多開心 很多人不知道黑池是什麼狀況 然後去到的時候 你就幫一下人 然後說幾句好話 然後每個人都來光顧的時候 哇 大佬 肯定那些Full Woking 不是開玩笑 一間變兩間 兩間變四間 不是開玩笑 這個是現實的狀況 所以其實真的有得想 但是 作為這個住客的你 究竟你接不接受這個情況 就要你自己判斷 為什麼呢 大家看到 其實就算他自己本地部 都經常說 有很多這些黑池的B&B 出售 或者可能租利息給你 等等 那些價錢很便宜 你買一條利息回來 都可以一萬五千磅 買到這樣 當然啦 你要給回租業主 但是真的很多這些 而且黑池 是很多 以前八九十年代 或者七八十年代 開這些B&B的人 現在做到老了 退休了 甚至乎下一代他們不接受 因為很難做 OK 你要這樣說 先說一下 因為如果這樣說 大家很難明白 如果你開這間B&B 你專門接香港移民生意 是會失敗你 但是當你接完這一水 不做這些香港人生意的時候 就是你窮和活路的日子 為什麼呢 在黑池那個地方 是總共有一千七百多間 這些B&B 是很大競爭的 OK 大競爭不僅是其中一個狀況 第二個狀況就是說 他大競爭得來 是沒有入住率 現在英國的人 是不去黑池的地方 以前最初 因為道路網絡不發達 那些人就很難 比如好像身處在北邊的人士 例如住在曼城地區 利物浦那些人士 其實利物浦那些人 有些人就不想去 因為利物浦自己本身有很多海灘 但是反正就是 北邊城市的人士 他們如果去度假去玩的時候 因為道路網絡不發達 而且車費比較貴的時候 通常他們就會湧去黑池 北邊的人士 他們就不會去南部 不會去威爾斯那些 因為真的很不方便 但是近年 英國的道路網絡非常發達 而且那些人的資訊發達了 就會懂得去分 究竟哪些地方好玩 哪些地方不好玩 還有其他南部的地方 比較富庶的時候 他們的興建 或者他們的旅遊宣傳 是比黑池做得好 所以其實近這十多二十年 那些人已經很少人去黑池玩 現在就算你旅遊最旺的日子 OK 現在你解封了 你去上黑池 你都會看到 你跟這個康和 或者南威爾斯的地方比 是差天共地的 你會看到黑池很少有人 當然他是有 不是沒有 但是很少 因為他是有先天上的血量 縱然他有很多這些 旅遊的設施 或者場所 但是第一件事老化了 第二件事 本身黑池真的好 大風 而且是下不了稅 你以前沒有選擇的時候 你就去 現在你又選擇的時候 你當然不去 所以現在近幾年 黑池不停泵水下去 去搞旅遊 都搞不定 就是這個問題 所以很多這些 B&B 是很難 維持到新計的了 同時 當地 B&B 目前來說 他沒有遊人 沒有旅客的時候 他怎樣維持新計呢 他們很多時候 就會把這些房子 去出租給一些 叫做 無家可歸者 Council會批這些 東西出來 譬如有些人 他沒有屋住 然後申請Council屋 然後 Council屋還沒有安排 然後Council屋 然後Council屋 安排這些人士 去入住這些B&B 去頂住檔 其實有些情況 之前也有個網友留言 說 他在B&B 這些地方 Council安排了 他們住了三年時間 那就是 政府補貼 或者政府中貼 當然 如果你接了這些客人 你也知道 這些客人 可能品流複雜 因為很多個個案 就說 他們的家裡 英國人是這樣的 他們 譬如生了子女 子女大了 15、16歲的時候 一定 比較貧困的家庭 老爸和子女 一定吵架 甚至打大架 這樣的情況下 子女就要 去求助Council Council就會安排 這些年輕人士 就去找這些 Shoutter 或者這些B&B 暫住 然後再安排他們 上公營房屋 這樣 而這些人 很複雜 總之我不要說 別人壞話 總之大家 自己去想 開這些B&B 假設 目前來說 你做這些新移民 是會有做的 但是 當這個浪潮過了之後 就無以為計 所以你自己想 做不做這些生意 就是個人決定 就是幾年 課仔可以給你玩 當大家都 離暈了 搞定了 以及已經揭穿了 黑池的真面目的時候 我想黑池也很難有人留下 當然 有些人都依然 一想情願 希望黑池建立小香港 這是另一個故事 讚不讚 和不是我的事 大家自己想 當然 剛剛說了這麼恐怖的情形 黑池這麼多問題 黑池有沒有好處呢 有好處呢 因為其實 其實黑池現在 政府都在賣錢去 去幫他搞大型的建設項目 甚至乎是扔了很多本 想著去重新興建 當地的一些遊樂設施 玩樂場所 同時間 亦都會做很多這些 舊區翻新的活動 想著搞到美輪美換 如果不知實情的人 可能一雙成員說 喂不是 有得起的 有得起的 黑池在這裏 你會看到 政府不斷崩水 又說搞這件 搞那件 你看到幾大的發展空間 都是那一句 如果你認識英國詳情的時候 就會知道 這些所謂大型的翻新 或者大型的設施 興建項目的時候 就算他落實了去搞 你沒有十年八載 都搞不定 所以變成 你進去的時候 OK 你搞得來的時候 年紀大了 那你等不可以 年紀大了 有些人真的可以等 十年八載這些事情 等到時候 買好幾層樓 讓他爆 當然 其實猴之有風險 到時候真的爆不爆出鬼 又是另一個故事 都是一場賭博的 人生的事情 對不對 甚至乎 亦都同樣地 跟強盛的情況一樣 到了2050年的時候 大家在黑池住 買好橡皮艇 就差不多了 OK 而且如果氣溫升多幾度 或者全球的溫室效應的話 大家也可以看到 黑池的地方 你不用遇到 它會有沙嵐 你住在海中心 就是這樣的情形 這個叫做高水浸地區 所以去不去黑池落釘 或者生活這些 你自己想吧 不要問我 當然我是理性地選擇 說了這麼多話 說得好像黑池 真的好不好 剛剛也說到 黑池 終然一個不好的城市 不好的區域 也有其好的區 那有什麼好的區 就說回 其實在黑池 南面 有這樣的地區 我不說名字 讀得不正的時候 人們就說我英文差 總之在黑池南面的地區 你會看到 在這個右邊 有些資料 好像 聖安 還是聖安 我不知道怎麼讀 有時候 真是傻傻的 對不對 在那邊 南面 就有一些比較好的區域 其實樓價都相當不存 你買兩放FAC 那些 就大概十萬磅 搞定 然後三放SENMI 就十七萬五千 那樣 真是挺划算的 如果說真的 你不是那麼多資金 就想頂著當的時候 又不是很優 找工作 甚至乎有些資本 那些事情 你就自己想 那些事情 我就不說了 然後另外 其實在它外面 小小的地方 就有一個地方 叫做缺陷的地方 就是在這個黑池的西面 有這個Western 那邊就是 有些 就是很距離 因為看貧富懸殊的地圖 那邊 算是不差 然後 那些房子 你買到兩房的Terence 就十二萬磅 三房的SENMI 就很便宜 看到人的 當然你要搞一搞他 就十三萬磅 竟然找到 可以 那學校方面 就不是那麼美滿 反而 剛才跟大家說 在黑池的南面 那些地方 學校會好一點 然後另外 然後在黑池的 內面的地方 就西 不是 是不是 東面一點 東面一點的地方 有另外一些區域 也都是甚為抵挽的 為什麼呢 就 樓價便宜 比如兩房的那些 十二萬五千 三房的SENMI 十六萬 甚至乎 有一個地方叫Fronton 也是很便宜樓價 但是學校是不好的 但是 雖然說 這個地方 他的樓價便宜 但是 學校來說 你看到有學校 又好又不好 但是好的地方 就是一定 他的超收新率 是非常之高的 在這樣的情況下 一定會被人 扔掉去一些 沒有超收的學校 所以 如果你們 插班要理想理 但是另外一方面 你看到黑池的狀況 你還願不願意 帶著子女 去那邊 成長 慢慢生活的話 這是見仁見智的情況 因為當然 有些人 好像蓮花 那樣 出污泥而不厭 但是 如果作為家長 來說 我就覺得 黑池這個地方 你去玩一下算 你去那邊 發展 除非你真是好 向錢看 因為永遠 這個世界上 有人會覺得 去那邊賺錢 其實真的不錯 是會賺大錢 但是 你又要看回 綜合的情況 就是到時你有沒有信心 可以教養到下一代 會好 當然了 你都說 我沒有下一代的 沒所謂 就是去賺錢 那你都要想想 究竟 需要不需要賺命搏 OK 你明白 剛才已經說了給你聽 黑池那邊的狀況是怎樣 真的要個人考慮 因為有些人認為 在那裡打幾年工 或者做幾年生意 已經是賺到八 老實說 很多地方都是這樣的 有很多中國移民 他們會找一些特別貧困的區域 然後外賣店的生意 非常好 然後他只需要 做五至六年時間的時候 已經可以賺夠退休金 這是實情來的 有些人會這樣生活 這樣做 至於是否你的選擇 就見人見智了 好了 不說太久了 差不多時間了 今集的時間 就是這麼多 所以 希望帶給大家一個 比較理性的 對黑池的地方的看法 當然 整集都說到黑池不太好 亦都告訴大家 其實 挖金來說 黑池是一個很好的挖金地方 尤其是 如果你現在去開一間B&B 然後 不僅是可以做一些香港移民的生意 當然你可以這樣說 就好像找人家笨 你可以先跟別人說明 黑池的地方不是那麼好 你暫住 是可以的 來到的時候 放著腳 然後再找一些地方去打算 同時間再次呼籲 如果大家對於黑池的地方 有投資意欲的話 可以找我 即是大氣小弟 你有錢的話 大家一起夾粉玩一下 這樣 開幾間 大家一間變兩間 兩間變四間 多好 說笑而已 誰有錢 你怎麼這麼貴 另外 其實也是 如果你馬上煮兩尾 開一間B&B 然後再做中餐 又招呼自己人 嘩 不賺到你爆 賺到你笑 所以 想一個 但 住右面 下釘這些事情 就自己想了 好啦 真的不再說太長了 多謝大家的收看 總之 任憑判斷 資料放在大家面前 有什麼在留言區那裏 大家分享 大家在談論一下 多謝大家的時間 拜拜